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个人的命运变化 谁呢 就是国际危机解密的创办人亚桑杰 亚桑杰目前人在何处 他在六年前为了逃避司法侦查 或者他口中所说西方国家对他的司法迫害 躲进了南美洲国家厄瓜多 设在英国伦敦的大使馆内 这一窝藏下来就是六年 当然亚桑杰在很多人眼中 是揭发国际内幕罪恶的一个英雄人物 但也有人认为他不过就是一个资讯恶霸 甚至参与了很多非法行动 好人坏人我们不管他 但他目前的命运实在令人堪忧 理由是厄瓜多去年改选之后 领导人换人 开始对他非常不耐烦 而且认为他是一个麻烦人物 甚至说他过去六年花了五百万美金 而且非常不重视个人卫生 弄得大使馆内对他视为一位恶客一样 如今房东要赶人 这个房客走是不走 国际社会提出很多人要援救他 包括了国际明星在内 甚至有女明星宣称 跟他有特殊的关系或怎么样 亚桑杰当然对此不承认 他还是宣称他还是一名自由斗士 究竟接下来亚桑杰的命运会如何 还能够躲在英国吗 大家可能没办法打包票了 一只小小虎斑猫脖子上打上一条 可爱的彩虹领带 在伦敦一座大宅窗户前 对外探头探脑 好奇地动张希望 他可不是普通的家猫 这栋专造大宅院 是厄瓜多住院大使馆 而小猫主人则是全世界最知名通气饭 危机解密创办人亚桑杰 远及澳洲的亚桑杰 在2012年6月逃到厄瓜多使馆 寻求政治庇护 夺逼英国和瑞典政府 对他涉及性侵的调查 六年多来 只有这只名叫米奇的小母猫 和他作伴 去年底悄悄成为厄瓜多公民 如今却背下通牒令 请他滚蛋 原来他不爱整洁 也不清扫小猫的大小便 住在食馆里 饮食起居 医疗通讯 外加为安等费用 六年下来 花了厄瓜多政府 五百多万美金 白痴白住的奥克 把使馆变旅馆 赖着不肯退房走人 让俄国政府伤透脑筋 至于亚桑杰 到底为什么会躲进大使馆 当初又是如何 躲过外界的追砌 一部六年多前拍下的纪录片 如今完整重现精彩过程 时间回到2012年5月30号 伦敦最高法院 正在审理一起 全球瞩目的案子 决定是否同意 让涉嫌性侵的亚桑杰 引渡到瑞典 接受审判 预料胜算不大 亚桑杰根本没有出庭 同时密谋一场 惊天动地的大逃亡 别告诉那些军事 任何军事 都会告诉他 由亲密私人助理 开车陪同 行踪隐秘的亚桑杰 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一间旅馆 从澳洲远道而来的母亲 已经在房间内等他 易容变装 躲避追捕 戴上瞳孔变色隐形眼镜 一头招牌白发与胡子 也简短染色 脱下西装 换上身色短夹克 彻底由中年绅士 变成粗犷的机车族 最后戴上帽子 与太阳眼镜 雕伤一根香烟 外界根本认不出来 而怕被监听 母亲还只能传纸条 和他交谈 一切准备就绪 和母亲急掌告别 最后骑上机车 直奔厄瓜多使馆 从此人间蒸发 三个星期后 厄瓜多政府才出面证实 亚桑杰人在伦敦大使馆 近三个月后 厄国同意给予政治庇护 雅桑杰就在使馆阳台 大声疾呼 抗议美国迫害 我请总统奥巴马 做正确的事 美国必须拒练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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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英国警方则在使馆外 布下天罗地网 24小时站岗 只要亚桑杰一步出使馆 马上加以逮捕 送往美国受审 以使馆为家的亚桑杰 却把方便当随便 使馆的办公室 就是自己的办公室和喜剧室 一桌随意地和员工讨论工作 你还没有办公室 我们必须去买 你必须去买 你必须去买 你说是巴桑吗 厕所茅房变成客难的健身房 让他锻炼身体 闭关六年多 亚桑杰从来没有闲着 2013年爆发前 美国国安局雇员 史诺登泄露秘密监听计划 受困于香港 亚桑杰不断派人接应他 还在使馆内打电话安排专机 将史诺登送到俄国 我们正在想设计 一个公共航空航 把他从墨斯科到 到埃古兰或可能到维尼斯维拉 或可能到俄国 他会保障 2016年美国大选 在亚桑杰的安排下 维基解密泄露7万多封民主党竞选总部的电邮 正创希腊瑞选情 帮助川普当选 引发通俄门调查 今年3月亚桑杰网路发文 批评英国政府 因为俄国情治单位 毒杀前特工 驱逐俄国驻英外交官 俄瓜多认为 亚桑杰干涉国外事务 切断他的联外网路 直到7个月后才恢复 也让双方进一步交恶 16个国家和许多名人 纷纷声援抢救亚桑杰 其中令人想不到的 还抱过他 坚定相信这位专门泄密的骇客 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 呼吁美国政府不要迫害亚桑杰 现年51岁的好莱坞艳星 潘米拉安德森 还认为澳洲政府应该积极介入 外界于是好奇 向来只有桃色新闻的潘米拉 怎么会扯上 如此具有争议性的 怪咖人物 自称为动物保护人士的潘米拉 2014年透过庞克教母设计师 Vivian Westwood的介绍 结识亚桑杰 2016年10月到2017年2月 更密集拜访 还被媒体拍到夜访使馆的画面 由于进出太过频繁 两人还留下一张亲密合照 外界不免猜测 是否有恋情 每次见亚桑杰 还会带去一堆自然舒适餐点 也非常担心六年不见天润的她 身体健康 并况愈下 对于派米拉的要求 澳洲政府已经加以回绝 表示他们要处理更重要的事物 不可能给亚桑杰英雄式的欢迎 卡在使馆进退不得的亚桑杰 虽然失望 但好莱坞艳心地挺身而出 至少已经为她在使馆的去留 炒热话题 也让她未来命运 更受到外界关注 谢谢你的收看今天的云端世界 也祝福您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